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在介紹完全等性值之後 三角形的邊角定理 我們在前面幾集教了這個 兩邊合要大於第三邊 大於等於第三邊 沒有等於 兩邊合要大於第三邊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來看這個所謂大角對大邊的這個特殊性值 在一個三角形裡面 那如果角A比角B大 角A如果比角B大的話 那麼A的對邊小A 也就是所謂的BC 就會比B的對邊小B 也就是所謂的AC還要大 就是說大的角對過去的會是大的邊 小的角對過去會是小的邊 那麼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可以推論的 那如果今天角A比角B大 那所以如果他是頓角三角形的話 如果角A是頓角的話 因為也不可能角B是頓角 因為角A要比角B大 那如果角B是頓角 角A就一定會更大的頓角 光是這兩個角合起來就超過180 所以不可能 如果今天角A比角B大 那角A是頓角的話呢 那不用考慮就是頓角三角形 頓角對過去的是最長邊 這個是我們早就都知道的 那如果今天他是銳角的話呢 如果今天角A跟角B都是銳角 然後角A比角B大 那我們一定可以這樣做 怎麼做呢 我用AC長也就是小B這一邊 我用AC長也就是小B這一邊呢 在這一邊上面做一個 在AB邊上面做一個等腰三角形 就是我以C為原心 AC長為半徑化弧 交這個AB為珠 珠這一點 那這個時候這一條紫色的線也是小B 就這裡是等腰 那為什麼我說如果A比B大 就一定可以這樣做呢 因為A比B大的話代表A減B是正的 代表說我這一條做過來 我用這個減 因為外角合會等於兩個內對角 所以我在這個三角形BC珠裡面 這個外角會是這兩個角合起來 那如果今天我的A比B小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角要用B B比A小嘛 那我這樣子用B盪過來就會盪到A的外面去 可以想像嗎 再畫一個 就是說我現在B比A小 那如果我想像剛才這樣子 以C為原心 BC為半徑化弧 那我到時候跑出來的另外一邊 就不會在三角形裡面 會跑到外面去 對不對 這樣這邊才會等於這邊 那如果今天我是用 比較短的這一邊畫弧 就是比較大的這個 大的角的鱗邊 就比較短這邊 畫弧畫過來的話呢 我就可以在內部產生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等腰三角形的這個底角 就是角A 就是比較大的那一個 那他減完B之後還會留下一個正的角 在這裡 那在這樣子的話在三角形BCD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如果角A是銳角 那這個也是銳角 那這個就鈍角啊 對不對 銳角的外角一定是鈍角嘛 那麼角B 三角形BCD 他一定是鈍角的情況 鈍角三角形的情況下 那鈍角對過去的A一定是最大的 所以A大於B 這樣我們還是可以推論 這個 這個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總而言之 一個三角形裡面 比較大的角對到的邊就會比較大 OK 接著在課本還介紹了一個所謂樞紐定理 那樞紐定理是說有兩 如果今天有兩個三角形 他有兩邊是一樣長的 可是他們所夾的角沒有一樣 如果這邊跟這邊一樣長 這邊跟這邊一樣長 可以嗎 可是他們所夾的角沒有一樣 那麼呢 夾比較大的那個角的 他對到的邊就會比較長 夾比較小的那個角的 對到的邊就會比較短 那這個推論很簡單 就是大家手上都有原規 那原規就是 原規兩隻腳一隻是放鉛筆 那個鉛筆可以有長有短對不對 總而言之你鎖定好鉛筆的長度之後 對不對 那現在鉛筆的長度固定了 另外一根有真的那邊的固定了 那這兩邊你是不是開的角度越大 對下來的這條線會越長 對不對 你是不是開的角度越小 對下來的越小 所謂樞紐定理 這個蘇 蘇紐 這個蘇就是 蘇紐的意思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蘇紐 就是可以轉 有一個軸可以轉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蘇紐 那所以蘇紐定理的這個蘇紐 就是我們那個原規 原規 假如說這裡是筆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圓規呢 這個地方 你們會看到這個地方 現在圖紫色的 圓規的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一個類似就是銀色的釘子 或者是圓盤之類的東西 那那個就是所謂的樞紐 所以樞紐定理其實就是 用圓規來去說明是最直接的 因為當你圓規這邊固定 這邊固定 開越大 所中間的這條線就越大 開越小就越小 那在這裡要提醒的就是說 蘇紐定理跟 大腳對大邊 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學生有的時候會搞混 大腳對大邊是在 一個三角形裡面 在這一個三角形裡面 比較大的腳對的邊會比較大 比較小的腳對的邊會比較小 所以如果這個三角形裡面 三角形 ABC中 A比B大 B比C大 那麼對過來 這一邊就最大 這邊就第二 這邊就第三 這個是大腳對大邊 它是在一個三角形裡面比 但是樞紐定理是兩個三角形 它有兩邊一樣 這個時候它的夾角不一樣 如果夾角一樣就SAS全等 可是它沒有 它兩邊一樣 但是夾角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夾角打得越開的那一個 對過去的這一邊會比較長 夾角打過去越短的 對過去的邊會越短 從來這裡 那麼我們來利用剛才所教的 來推論這個問題 這裡有ABCD四個點連成兩個三角形 請試著比較 AB邊 BC邊 CD邊 和DA邊 還有AC邊 這五邊到底誰大誰小 那這不複雜 在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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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中 那角都給你了嘛 80 60 40 80是最大的 所以 這個 80度大於60度 大於40度 所以 AC邊 所以 大於 AB邊 大於 BC邊 在三角形 AC珠中 因為 70大於60 大於50 所以 A珠 大於 C珠 大於 AC 那就 跟著會大於AB和BC 就這樣了 對不對 好 來看下面這一題 在三角形ABC中 如果A珠是角C的角評分線 那試著比較BC和底下這個B珠的大小 要說明理由 不能說我看起來BC就比較長 那要說明理由 那大家想想看這兩題吧 那麼來看這兩題 上面這題還蠻簡單的 因為角A會等於角D 然後他說 這兩邊相等 那這兩邊相等的話 換句話說 角1會等於角3會等於90度減 角A 也就是90度減角 更正 2分之 90度減角A 因為90 90 NO 180度減角A 那 那 所以也就是180度減角D除2 這樣子啦 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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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這兩題啦 上面這題蠻簡單的齁 因為他題目告訴你角A等於角D 然後跟你說AB等於AC 所以這裡是等壓三角形 等壓三角形所以角1會等於角3 會等於180減掉角A之後除以2 那也就是180減掉角D之後除以2 好那 接著呢他 再來看這裡他說這個 因為 三角形BC珠中 因為B珠 大於C珠 所以角B是輸給角C的 所以角2 小於角C 珠CB 角2小於角珠CB 那也就是說當你180 減掉角珠 你除以2是對分嘛但是他現在是分他分比較多他分比較少 所以呢 角2會小於180減角珠除2 也就是會小於他們 那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說角1等於角2會大 角1等於角3會大於角2 這是上面這題 下面這一題 下面這一題 C珠 這裡題目沒有 改到 更正 是C珠是角C的評分線 C珠是角C的評分線 那所以這裡這兩個是等角 這兩個是等角的話呢 那根據因為這個角是三角形AC珠的外角 在三角形AC珠中 Y大於角 Y大於X 這是外角 對不對 或者我們寫 Y等於X加角A嘛 所以 Y大於X 那因為Y大於X 所以在 三角形BC珠中 CB BC就大於B珠 這樣 這對論都蠻簡單的 那麼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大角對大邊的內容很少 那就是說我們在教的時候有提到不要搞混 大角對大邊是一個三角形裡面去比 那 樞紐定理是兩個三角形之間去比 然後 這樣子 這有問題喔 好那我們課上到這裡